哈喽大家好,我是Bunbi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平时爱用的七支专柜口红 那视频里会包括一些试色跟心得感受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 我嘴上这个颜色是Bobbi Brown的这一支Pink 6 它里面的膏体是长这样子的 上在嘴上的妆效就是这种半雾面的妆感 它就不会特别的油亮那种 这支颜色它比较适合春夏来涂 因为它毕竟是偏粉色系的嘛 我最喜欢它一点就是它的饱和度特别高 而且上在嘴上不会拔干 出去一天的话嘴也不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崩 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个唇膏是Bet的这一 它是一个日常通勤的颜色 有点偏灰调的肉桂色 在提亮气色的同时呢又不会太夸张 而且素颜薄涂的时候也特别提气色 这款质地非常滋润 就是你上妆之前不涂护唇膏都OK的 我很喜欢Bet口红的这个质地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肯定会再买一支其他的颜色 我现在嘴上涂的是亚世兰黛的这一款 非常提气色的一个亮的橘红色 质地很creamy 上嘴也特别的顺滑 带妆一整天呢嘴也不会觉得拔干 然后这一支特别适合正式场合的时候涂 颜色很饱和 而且也不用担心嘴上会起皮的情况 我平时出去玩的时候都挺喜欢用这一支的 因为这一支非常提气色 我嘴上这一款呢是滋生堂的这个唇漆 非常好看的一个水红色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水红色的唇膏 质地有点像唇蜜的感觉 但是又比唇蜜的饱和度要高一点 平身里面它有很细微的闪粉 但其实涂在嘴上看不太出来的 我超级喜欢涂这一支 就是淡妆的时候特别适合 能提亮气色 而且也能让嘴唇是一个非常滋润的状态 这支是我在David Jones打折的时候买到的 这两支呢因为颜色太相近了 所以我就一半一半的涂了 这两款都是偏暗色的土橘色系 然后这一款就是偏橘色 这一款就是更偏红一点点 Smashbox这一款呢它在嘴上就是完全哑光 完全扒在嘴上的质地 在嘴上就是那种雾的哑光妆效 Sephor这款它是会transfer的 它不是那种纯哑光的唇有 这款虽然它也是那种雾的妆感 但是它不会特别拔干 但是Smashbox就是瞬间就干掉了 就干在嘴上 持妆来说的话当然Smashbox更长久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质地它有点过干了 就是它里面的膏体 就平身里面的膏体都很快就干了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Sephora的这一款 它上在嘴上没有那么干 而且其实这两个颜色真的都可以 就是Sephora可以替代Smashbox这一款 我更推荐Sephora这一款的原因 就是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就是它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我就更倾向于Sephora的这一款 而且Sephora这一款 平身设计的非常方便鞋带 You know现在我们的包包都越来越小了 所以这个特别适合放在 我们现在小包包里边 最后一支呢是Becca的这一款唇蜜 这个唇蜜它是香槟色的 很适合就是淡妆跟素颜的时候涂 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shimmer在里面的 而且它的shimmer比较密集 所以它单涂比较好看 如果当lip topper的话 它会改变唇膏本来的颜色 因为它的shimmer太密集了 所以单涂的时候是比较好看的 是那种嘟嘟唇 非常juicy的感觉 而且它的香味是那种薄荷香 非常清凉 非常清爽 很适合夏天来涂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专柜口红试色跟分享 希望我的试色跟心得呢有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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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